Hello,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司徒文俊 我们上次邀请了一些听众朋友 说过他们确诊的一些经历 另外也有找听众朋友 说一下加拿大 他们对疫情 我经常听到我们说的 货柜车司机抗议 Freedom Convoy的看法 今天有另一位 我们资深的听众 都是加拿大的 这位听众是住在加拿大很久了 直接可以用加拿大人的身份 去讲讲他的感受 欢迎我们的听众EV小姐 跟大家打声招呼 文俊你好,大家好,我是EV 是的,太好了 因为上次那位听众 其实他在加拿大讨论 他留在加拿大 其实是五六年的时间 不像EV 因为EV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移民在加拿大 那他绝对在加拿大逗留的时间 应该是 是不是给你在原先 你是香港还是澳门出生 我在香港出生的 是的,那你这么小的 加拿大 不如跟大家讲一讲 不是小的 怎样小的 我来了加拿大三十年的了 我那时候是在家里移民的 那 疑了文就是 先去温哥华落脚 我逗留了大概半年 觉得那边很悶 天气又差 那我就自己一个人 脚身过来多伦多住 一住住了三十年 那我现在还有个弟弟 我弟弟的家人 还在温哥华 那我来不来 都会 希望可以 每一年尽量过去探他 就是这样 哦 那很好啊 其实 因为现在 加拿大 和英国 其实这两年 或者这三多年 其实我自己都很多香港的朋友 还有有些澳门的朋友 都是疑了文过去 那我相信 其实慢慢 你 是不是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是多了 真的多了香港人过来的 嗯 但是我想 那个数目 可能 如果要给英国 可能 那个数目 就不会那么多了 嗯 反而回流的人 可能会多了 多了 回到加拿大 如果新移民的 可能那个比例 会少过英国 哦 明白 好了 那我今天呢 亦都是 想问你 几条的问题 那今天呢 就很开心 因为你 直接可以用一个 加拿大人的 看法 告诉我们 就 我想问你 你自己呢 其实由头到尾 你怎样看这个加拿大呢 就是那个叫做疫情 和那个叫做加拿大呢 那个疫苗 那个 譬如说 他那个疫苗政策 譬如类似那个疫苗通行症 你可不可以 详细和大家 说说你的看法呢 可以 嗯 那我想那个疫苗呢 或者强制疫苗啊 或者那个 那个 passport vaccine passport 我们可以分三部分 他说的 一般加拿大人呢 是不抗拒打疫苗的 那我记得最初 疫情很严峻那时候 就是 譬如Alpha那时候呢 那基本上 所有人都会去自动检测啊 嗯 嗯 因为很多医院 他会设计一个 呃 一个地方 或者很多 community center 他会设计一些地方 很多人可以自己走进去检验啊 或者 呃 呃 后来就可以去一些 drugmark啊 就是每一个区附近都有一家drugmark 那就可以打針 那基本上加拿大人呢 是不抗拒打疫苗的 但是如果说到强制疫苗呢 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基本上 我们这个都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啦 那些人是比较崇尚人权的 就算我们那些人是肯打疫苗 但是如果你说强制呢 他们就 不是很认同这件事了 因为始终都是 违反人权啦 那所以 如果我们看这些数据啦 我们大概 85%的加拿大人呢 都已经至少 接种了一剂疫苗 那80%的人呢 就已经接种了两剂啦 45%的 的 population 我们的人口呢 就已经 fully vaccinated 就是已经完全接种了三剂 那如果我们在数据上面看呢 基本上 我们加拿大很多人打了疫苗 例如一剂两剂 一剂也好 两剂也好 打了三剂也好 都是很多人打了疫苗 但是如果你说强制呢 我们就看到 现在那些人 为什么会走出来 反抗去强制疫苗 那导致 跟着之后 那个freedom convoy 那些truck driver 出来抗疫啊 各样啊 那这个都是 都是一路在那儿 延伸下去 一个抗争的行动 那还有呢 我也都想强调呢 很多人打 打疫苗呢 打email呢 那不代表 它是 反对打疫苗的嘛 它只不过是 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或者它觉得 很多 很多现在的疫苗 推出来的 完全 臨床那个实验 是不mature的 那它是有权 再去选择的嘛 那这个都是要说回 我们加拿大是 深厚很崇尚这个 这个人权 和自由的社会 明白 那其实呢 我想问一下 那上次呢 你都听到 上次那个访问呢 那位听众呢 他都说呢 其实 加拿大那个总理 那他 就是说 是有些 叫做 不肯面对 那个 和民众的沟通 等等 那是令到加拿大人很不满 你自己怎么看这位总理 就是他是面对这个疫苗 或者是 Freedom Convoy 那个态度 你怎么看呢 我完全是 不觉得 Trudel是 听民意 如果听民意 Freedom Convoy 不会搞到要 引用那个紧急法 去 驱散 那些示威者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是 不可以成立的 如果我们看回那个timeline 那个Freedom Convoy的timeline 由1月28日 他们的货车 开始駛去 奥泰华的Downtown 那一路去到 2月14日 那Trudel就 呼吁 引用个紧急法 但是 一个星期后 才在国会那里 表决通过 那你期间 我已经整 几个星期了 你都不跟他们谈 跟着 自己突然之间 说我要引用紧急法 跟着就 跟着就 叫那些 警察 去驱赶他们 去抓人 用暴力去驱赶他们 基本上是 完全没有想过 坐下跟他们说 完全是好像 好像我们2019年 香港的运动 那样 的反送中运动 那样 很一样 很相似 就是我们香港 200万人 可以出来的 游行就游行 但是 政府也都是 漠视民意 撤回 那你下一步 你就要 逐渐的 是不是 如果你不逐渐 广场 都是 都是在喝酒 吃煙 聊聊天 烤焙 唱歌 那样 可能 有部分的人 是对其他的本地市民 有些口角 或者有 对某些警察 可能会不尊重 这些都是两体 但是 整体来说 柱都完全 懲直 它完全是 它说要怎么就怎么 它说要行个緊急法 就行个緊急法 根本就 没有 没有经过国会的表决 那就已经 好像 好像说 哦 要赶你们走 就赶你们走 完全没有相够 你刚刚提到 就是这个香港 就是叫做一些大型活动 那其实呢 譬如说 超过一百万人上街的时候 其实我都在香港的 因为我那时候 跟着一些IPO的project 那我自己呢 其实我是亲眼 亲身去 就是在现场目睹 那香港人呢 就是基本上 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 为什么呢 我在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有做过的事情 因为我昨天在另一个台的节目里 我都说过 我也跟主持人说过 我还没见过一个地方 是有这么多人出来 是整个街 还可以维持到秩序 跟着是可以 是完全 是很有条理 很理智 没有一些破坏的活动 没有烧车 没有抢劫 没有打烂一些厨仓 去拿走里面的东西 那我说呢 我对香港人 这个过分的理智 和过分的秩序 我是觉得很恐怖 那种恐怖感就是 你会觉得 其实这个世界呢 是不多的地方 具有这种公民的质素的 那我绝对相信 香港是有的 其次我想日本也会有的 就是这个叫公民素质 那新加坡应该都OK 那其实呢 因为回来 我就不在加拿大的 那我想你以第一身角度 你讲讲这一班 货柜车司机 好像你刚刚所说 他们其实都是喝酒 唱歌 在那里喝酒 但是 譬如你去到 譬如你 这个加拿大总理 要求用紧急法 用警察去暴力清场 你心想 如果要去到行紧急法 他一定是做了一些 破坏社会安宁的事的 那以你亲身感受 其实这班人 因为有些报道友 其实他们持枪的 他们有枪械 他们本身是一班暴徒 他们有刀有棍的 然后呢 他们甚至乎是将那些货柜车 是全部打横了 弄了一个好像城墙 这样出来 就是将他们 整班人是说的 不是好像我刚刚所说 是一些有质素的示威者 那你可不可以用第一身角度 讲讲 其实那班人 你真实看到他们是怎样做的呢 我认同你刚才说 香港那些示威者 或者其他国家的示威者 都是很理智 非常之理智 但如果说回加拿大的 他们比较崇尚自由 就是他们很自由的 很喜欢做的事情是很自由的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理我 我有我的人权 但是我不排除有一小数 因为他们去到 屋台华 Downtown 他们有个广场 那里是有个国家的纪念钟楼 也有个叫做Terry Fox的纪念像 那为什么Trudeau 他要用这个紧急法 去驱散那些人呢 其实看回那个timeline 你用紧急法之前 Ottawa的警察 已经说要对他们 进行一个调查 一个刑事调查 因为 因为说他们去毁坏 那个国家的纪念钟楼 和那个Terry Fox的纪念像 那说他们对这两样东西是不敬 那你说握枪啊握棍啊 我就看不到 因为说真的主流媒体 拍来拍去都是 他们在那里堵路啊 他们在那里吹国旗啊 他们在那里唱国歌啊 那我就不要看到他们握枪 握枪的意思啊 但是口角就有了 就是我看到有一条片 是有个当地的居民 就说了16个字粗口 骂那些示威者 就是这个是有了 那我也都强调一点 那这个 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个 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自由啊 去抗命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行动 是一个公明的抗命 那我们一个自由的社会呢 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 去表达他的意见 那但是你表达意见 你都不可以 漠视其他人的安全 和自由 因为这些东西是商向的嘛 但是那大前提的那个问题呢 我们应该是focus回到政府 因为政府是漠视的物业 如果政府一早跟那些trucker去谈判的 那他们很简单而已 他们要把所有的mandate都要除下来 就是不可以有 不可以强制疫苗 不可以强制有个vaccine passport 那如果他们谈的 他们肯坐下谈的 那这个 这个不会延伸到去 后来用个紧急法 那我想问你的问题 正如你说的 他们是崇尚这个自由 那你觉得他们纯粹是 濫用他们叫做崇尚自由这个风气啊 还是事实上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抗命呢 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公民抗命 但是当然啦 我们经历过香港这么多事情 我们不排除有一小撮人 是比较激进一些的 这个一定有的 但是如果他们激进的 做出某一些違法的行为 那他当然要为这一样东西去负责 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行动 是一个公民抗命来的嘛 你不可以说 因为他有权去抗议的嘛 我们有权上街 我们有权 去表达我们的意见 但是我们也要确定 不可以 不可以 侵犯到人家的人权 因为人权是双向的嘛 但是 但是你去到现在 全部都 赶走了 那不代表他们停了的 这个抗争 这个抗争仍然 仍然继续的 因为你有很多方法可以抗争的嘛 因为现在呢 已经说了 加拿大这件事呢 会引伸到美国 那美国的货贵车司机呢 他们 甚至他们工会呢 可能都会是支持 和是发动更加慢烈的抗议 那我想说呢 其实这件事呢 如果是再蔓延下去呢 其实倒回来 是会变成一个社会运动 可能是世界各地呢 都会将 因为这件事是直接是 在说这个疫苗 是带来的祸害 和一些不人道的东西嘛 那再蔓延下去呢 其实就 可能是那个 就是扩散程度呢 我想是可能大 那个叫做 就是 比如说一些种族主义 或者什么 因为这些是全个人类的事来的 那喂 我想问一下 你都说了 就是警员 就是警方 清场 你觉得他们在清场里面 有没有滥用暴力呢 你觉得 有啊 因为见到 一些视频呢 是 我想很多人 如果熟悉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香港警察 就不知道 都要终了 都没有红了面 穿了些 都没有红了的衣服啊 这样去 用武力去 去对付示威者 那在加拿大这个清场里面呢 我们 我也都看得到 有些livestream的 是有些不知道什麼人 但是他們可能是軍隊 因為他們如果要出動警察 要實行這個Emergency Act 我想他們一定會出動有些軍隊去幫助 他們就穿了綠色的 正綠色的服裝 那是沒有數字的 那些數字全部找東西黏住了 那你又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警察的服裝是很不同的 因為大部分的警察是很普遍的 有了反光衣的 警察的風向是穿的 但是這幫好像軍人的打扮就沒有了 那他們是比較暴力 我想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有一個報道就是有個女生是在抗議的時候 和警察很清場的時候 是被騎警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馬蹄踢到他 令到他受傷 那個叫做Candy Zero 那他 幸好他就沒有生命危險 那我在Twitter上面都看到他決定會移居去Florida 我想是因為這件事 他就會移居去Florida 那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威者是用很無力的對待 譬如推推撞撞撞 這些一定有 但是很多是壓在地上 他又不是說拿一支棍去打你 整班天壓你去地上都已經很暴力了 是不是 那你只不過是一個示威者而已 但是很幸運的就是有很多律師都很盡力的協助 很多和平的示威者幫他們可以保釋出來 那我看到有一個報道是大概這個律師的組織 這個是私人的組織來的 那他們我想大概三人 他們接了大概150個電話 去求救的電話 即是尋求律師的幫助 那他們大概現在有20個和平的示威者 就已經保釋了出來的了 那始終加拿大一個都是法治的社會 那我想陸陸續續希望可以多些人是保釋到出來的 那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有提到那一幫穿著可能綠色軍服 不清楚他們是不是警察也遮擋了號碼的一幫執法者 那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呢 因為我當時在香港 我上網看到有兩個片段是令我很深刻的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一幫的警察 他在這個地鐵站裡面 是對著一幫前面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威脅性的市民 那就是拿這個橡膠子彈去射他們 那那幫市民後面其實就是扶手電梯來的 那那幫市民他好像當那幫市民是喪屍的 那這個呢我簡直是很深刻的 就是我覺得是 就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如果你在紀律部隊裡面 第一 後面是扶手電梯 如果那些人跌傷跌死怎麼辦呢 第二 那幫市民都沒有攻擊你的動機 你有沒有可能是這麼近距離開橡膠子彈 因為橡膠子彈呢 殺傷力很大的 那我想問一下 那另外呢 第二個畫面我最震撼的就是催淚彈 就是叫做說是真的好像 就是我不知道這個情況 就是如果人家不知道 就以為香港那些所謂的示威者 或者所謂的黃絲黑暴呢 其實是有槍的 如果不是呢 我覺得沒有需要去到催淚彈啊 跟著拿光雷明燈 就是這樣對著那些示威者 就是雷明燈散彈槍 那我覺得是很過份的 那我想問一下加拿大這邊 他們那些執法者 有沒有去動用這些的武力呢 嗯 散彈槍那些就應該沒有 我就看不到 但是有Tier Gas 是有用過Tier Gas 我見過有一個報道是有用 警察是有用Tier Gas去驅散那些人 那還有一些騎警 騎警就是騎著石馬那些 因為他們好像很大份 然後走enden 然後他們會跑 也走走ride 這兩個事是比較暴力點 但是如果你說用彈彈槍那些 我就看不到 我想想想要求加拿大的警察呢 會不會好像香港那些 情緒化冷靴呢 食べ著邃 achiever 我在第二个访问也说过 我当时在香港开完会 在尖沙咀,然后他们截了一堆人 我是其中之一,那个警察是很不礼貌的 是说了粗口骂的 我立刻问他,你没有病 然后他看到我全身黑色 他说我不是好人,他说我是黑暴 我想说一下,因为我过去上市公司开会 我的西装外套是黑色的,我的褲子也是黑色的 我里面的衣服可能是深色的,有打胎 公事包也是黑色,我的头发也是黑色的 鞋子也是黑色的,那没办法 你已经是一个警察 是呀,然后他骂完我黑暴之后 他对我的态度比我感觉 我看了我眼前这个人,假如他有一把刀 一定会一刀捅入我那里 后来他穿白色衣服的上司走过来 然后我跟那个上司说 其实我是澳门人,我给他一张澳门身份证去看 那他的上司就立刻拉开他 之后就找了其他两个警察过来 就跟我说,不好意思,误会来的 没事的,误会来的 我们不知道你不是香港人 那我的角度就是,误会不是呀 如果我是香港人 因为我是一个,叫做穿西装 西装全黑很正常 我不染发,我的头发黑色很正常 对鞋黑色很正常的 你凭我这样一身的 难听你说的,你凭我一身IT服务 你就说我是黑暴 大哥,我身上没有工具 你说我拿着刀,拿着一支棍 就说而已 什么都没有,又没有粗口问候你 当然我是要求他 我说你给你那个警察篇号 我投诉你 到后来他上司就 过来道歉,就说真的误会 不要搞这样,好吗 到后来很隆重 又开了一条路,让我走出去 我就算了,多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呢 我亲身经历这一刻 我就觉得是很反感的 这一刻是 令到我对香港警察的 那个分数 是扣到负分了 因为我原先,其实我很多的朋友 是香港警察来的 我家人也有亲戚 就是家人 是警察来的 我本身对警察是很有好感 是很喜欢世界各地不同的 执法部门的 但是这件事呢 就是我亲身感受 是令我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对警察 整个印象是 推到负分了 那我想问一下 加拿大那些警察 有没有这些 这样的情绪化 有没有这些那么疯狂的事 我见过一条片 是 有大概 四五个警察 那就 我不知道是在后巷是怎么样 总之有四五个警察 就有一个男士 那他们就有口角的 但是因为这条片是没有声的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口角 在闹什么 但是我见到他们的对视 是比较激昂的 那那个男人呢 就不知道和警察 在闹什么 那警察就突然之间 好像香港那些警察 跳制 叉颈 跟着 跟着就 上手扣 整班走过去 捉住他 上手扣 那这个是 这个跳制是一定有的 因为你 你是有个 你去到某一个某一个程度 但是大部分 我见到 在电视上 我见到那些 所谓媒体 主流媒体的报道 他们的警察 先先是很克制的 因为 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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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捕他们 最初呢 那些加拿大的示威者 基本上是 排成一排这样的 那些警察呢 又是排成一排 一路这样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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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们 要 要 要停手了 要拘捕他们了 那 没有反抗的那些 那些警察就去 去 拘捕他们了 那有些有反抗的 那他们就会 有几个警察 那会走上去 去制止 去制服 去制服那些反抗的人 那样拘捕他们了 那但是就 因为主流媒体 你很少见到 一些很另类的 暴力的片段 因为那些 其他的暴力片段 就是其他 我刚才说的 那个 他颈的那条片 我都是在Twitter上面 是在某些 网友那里 流了出来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 很暴力呢 在主流媒体 是很少看到 那些很暴力的 区块 那 讲开主流媒体 那你觉得加拿大 主流传媒 就好像那些 报纸啊 电台啊 电视台啊 其实这个货柜车司机示威这件事上的报道是否中立的呢 还是你觉得他们会隐瞒很多东西 还是你觉得看不到真相 我相信在香港尤其是很多电视台都有自我审查 基本上你想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就没有 有些他觉得不合适的内容也不会给你看 那你是看不到真相的 你只可以透过Twitter,TG,甚至微信的朋友圈 透过一些其他的手机的媒体才看到这些情况 那现在加拿大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我不可以说 加拿大那些媒体或者传媒是中立 因为我个人认为 大部分的MSM 大部分的主流媒体 都是有个剧本在 但是他们只能看到 我不可以 我不敢说他们会自我审查 但是他们 只是会 报 他们想市民看到的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 说真的我们经历了这几年 很多东西 我们是要做很多功课 做很多研究 去像你说的 去很多其他的社交媒体 去找资料 去看不同的独立媒体 他们的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独立媒体 在譬如疫苗的记者会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发明的 他们是不让他们发明的 我看到有一个 Livestream的视频 他直接是被警察推开了 那也都有另外一个独立媒体的记者 他是被警察上满红黑 这个未确实 但是我是在他的Twitter看到的 那可想而知 我们看 加拿大主流的媒体 比如CBC 我们多伦多是CTV 或者CTV 这些 National的大媒体 他们基本上报道的东西 你开电视 都是一样的 看CCTV 一样的 他们报道的东西 很大路 他们不会说真的隐瞒 但是他们看的东西 很大路 他们只是可以剪辑的 所有的 所有Livestream 錄回去的东西 有时候你播出来 Livestream就不可以剪辑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那些报道你是可以去剪辑的 那他想剪辑什么画面给你们看 那你就看到那些画面 所以现在 我们真的要看的 不只是一方面 一方面 一方面的媒体报道 我们应该要找很多 不同 不同方面的媒体 比如独立媒体 或者真的我们要去 很多社交平台 去找资料 你越拿得多资料 我们才有 多些资料 去做一个分析 如果你只是接收 单方面的资料 某一方面的单方面的资料 你都不是 你都会很偏颇 那我想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趋向了一个 Digital的 世界的时刻 那我们也都要 做多些事情 做多些工作 不可以只是听单方面的媒体 给这样的画面来看 那你就去看 那你就去接收 现在这个世代 说得非常之好 我们经常都会提醒我们的听众 无论你是刚刚听的听众 还是你是支持了很久 很资深的听众 跟甚者可能是 比如我和台长 我们做梓媒 比如我们在报纸 雜誌上写文 你已经看了我们超过十年的读者 也好 我们都是说同一样东西 你现在接收所有东西 你一定要过滤 就算跟你说话的人 甚至乎你口中的一些 你崇拜的人 或者你觉得是一位公众人物 比如台长也好 我也好 我们说的说话 你听完 你都要去分析 就不是麻木地信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太多谎言了 是完全是 很多东西也都背后 含有目的去跟你说 喂 你说不定他是 受到一些指使 或者怎么样 那个不是他 那么个人意愿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听 什么叫真 怎样为止 他说的东西是真 这一个明辨是非 雪亮眼睛的能力 在现今社会 比过去的可能一二百年 几百年 都更重要 还有呢 现在不只是人 你看到 例如这两天 我们讲乌克兰的情况 以前跟你签了协议 告诉你 你放弃核武 接着有什么事 我们会保护你国家 我们会保你周全 我们会令你那个 有合法统治权 不会剥夺你 结果呢 英国、美国 俄罗斯跟你签的合约 随着时间的推进 他就说那份是历史文件 俄罗斯 是来侵略你 美国 Sleepy Joe 拜登 是出口述的 完全是 把你置诸死地的 那么 这个时代 你就见证到 那个人类的丑恶 是比过往 这么多年 我想现在 真的可以说是个顶峰 我想问你 这个问题 真是纯粹问你个人的意见 因为政府 现在除了说暴力清长 对这帮货车司机 和一些抗议者 除了暴力之外 或者说他们是破坏社会安灵之外 直接封他们的银行户口 对他们作出一些经济来源 或者是经济的处分 那你个人觉得怎么看这些东西 这个根本上是合法也都不恰当 因为那个权力下放呢 是出自于Trudeau的 出自于Justin Trudeau的 那可以让银行凍结那些资金 它是没有法律的 如果我们看回网上那些报道 最初她是未有個Emergency Act 她 我不記得那個女生叫什麼 她是開始那個Go Fund Me的 好像叫Tamira 她現在抓了 是不給她保釋 她最初是Go Fund Me那裡籌款的 籌到很快就籌到很多錢 但是後來Go Fund Me 我不知道她是害怕還是怎樣 還是有壓力 她就將可以refund到的 都refund給那些套餐員 後來她就去了另外一個平台 再繼續去接收這個套餐 那我估計 這是我自己私人意見 估計 因為某一部分的套餐 是involves這個crypto currency 那我覺得是因爲這樣 Trudel 才會下令銀行去凍結那些帳戶 那我知道這裡有一家銀行的時候 就立刻去凍結了很多這些帳戶 凍結了很多 我想好像那時候已經100萬 凍結了大概100萬的套餐 那他就因爲Trudel 都說要給銀行一個power 去凍結 那那家銀行就凍結了 那凍結完之後 去問那個court 我現在這些銀行凍結了 那些錢怎麼處置 那處置之餘呢 我也都看到網上 其實是有一個杯葛行動去杯葛這家銀行的 那怎麼看 大家你們自己用自己的獨立思考 能力去分辨誰對誰不對 應不應該 應不應該去杯葛這家銀行 這個是另一回事啦 但是如果說回說他去凍結這些資產 其實是一定不合法啦 因為他 是他自己的power 是他自己 Trudel 用他自己的power 去給銀行去凍結這些資金的嘛 那到目前為止 現在還有大概200個帳戶 合共780萬 還在被凍結的 那不知道那200個帳戶是怎樣的 但是我相信是因爲牽涉到crypto currency 那時候的送貿 所以政府才去 justin Trudeau才去下這個命令 我經常覺得如果每次都是將這個經濟的打壓 來對付一些異見分子 其實這件事是很過分的 有理不理你都說那些錢是有問題 有理不理你都說那些是黑錢 這件事我自己來算是很不引導 純粹我個人看法 不關聽眾的事我自己的看法 另外你講得很具體 你是講出你第一身感受 我自己多問一下你有沒有跟貨櫃車司機交談過 沒有啊完全沒有啊 只不過是在網上 在Twitter他們有帳戶 Facebook他們都有group 還有其他獨立媒體會看到 但我不認識他們 好啊這樣吧 如果你將來有機會認識到 你直接跟他們聊聊天 你直接把那些行動者的想法 和他們的感受 你幫我們做一則補充 如果你認識到他們的話 你直接去問他們 然後呢 如果是這件事呢 譬如我們掌握了市民 譬如你的看法 上次那位年輕哥哥的看法 我們再掌握出來的示威者的看法 我相信整件事呢 我們得出來的結論呢 就會是立體很多 喂 好多謝你今天就花這麼多的時間 還有我們是有時差的 好似上次跟那個年輕人做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是凌晨 可能是三四點的時間 我真的不睡覺 坐在那裡等他 回到那裡 我很感恩 因為你可能 你最近做電台也很辛苦 我揍你 要你凌晨是等我 我這邊現在就是中午時間 真的 好多謝你 好多謝你 其實呢 純粹 不關這個事為事 你作為一位資深聽眾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對我們節目的感受和感想 我很慶幸可以接觸到你 先做節目 再跟著可以聽到台長做節目 我覺得是 我作為一個聽眾是很榮幸 因為你們兩個是很有知識 很多方面都有知識 台長不用說 不用再說這麼多東西 我之前是沒有接觸過你 因為你在澳門 我不是一個看報紙的人 我也不知道你原來寫了這麼久的專欄 你也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識 我最喜歡聽的就是聽你說賭場那些東西 因為我也有個朋友在澳門住的 我又經常聽他說那些東西 我覺得很有興趣 你和伊丁兄又說那些 另類的東西 我也很喜歡聽 雖然我是一個女士 也很喜歡聽 不同類型的節目 我覺得你們做得很好 每個人都說 每個人都說 你們很多元化 尤其是你和台長做的節目 一起拍攝去做的節目 是給了很多資訊 還有令到我們 真是有獨立思考 那不是好像某一些 某一些KOL所謂的獨立思考 可以進步的 當然是一些聲音的問題 那些慢慢再來 還有我可以再希望你可以做些 譬如訪問一些人是有靈性的節目 因為我知道你是一個比較靈性的人 我也都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你的分享 你的打坐的分享 因為我自己都有開始去打坐 我希望可以聽到這一類的節目 如果找到MC人就隨好 但是如果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的意見 比如做一系列的節目 去分享你的打坐 你的靈兜 我覺得是我們的利益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太多 太大的轉變 很多東西在變 很多東西在佈入另外一個階段 我覺得靈兽是很重要的 好多謝你 好感恩 其實我很多謝我們有很多有質素的聽眾 就不是那種麻木地 你是教主 你是神 所以你說的話就是聖典 我就出去胡亂攻擊人 然後到處宣揚你教義 真的有腦 懂得呼吸 有靈性的聽眾 好多謝 好多謝 其實這段時間 我先回覆一下 其實很多聽眾 就一直投訴 投訴什麼呢 每天都有聽眾問 為什麼最近好像說少了很多賭場 為什麼賭場科武停了 為什麼賭場經歷停了 很簡單的 因為最近你看到做時事 做其他節目 是佔據了我很多的時間 是多到不得了的 還有 我自己來計 現實上 我是三間公司的負責人 然後 另外 我還有其他的 例如你所說 我在報紙上寫稿 超過十年了 有寫收藏品 有寫電影 有時會客串 可能寫一些財經 其他東西 基本上 很辛苦的 我是很密的 還有 我自己的 情緒和壓力 是很大 帶得很厲害 那 所以 我是盡力去安排 我也沒有可能 全日就是 把我八成九成時間 放進去做節目 其實現在做節目 連上找料 已經超過了我每天六成的時間 其實那個壓力 你看到 我每天都有節目出的 那 就很痛苦的 但是 盡量 所以我都開始 也知道 聽不懂你們想要些什麼 所以你看到我 最近 你有沒有看蠍子王的節目 我看過一集 你剛剛出了那集 是啊 其實蠍子王 都是一些神秘學 還有他本身是 一個很出名的塔羅斯 也都是 叫做 新年代的人 那我開始去找多些不同的人 回來 就是去帶多些資訊給大家 因為我經常都說 一件事 司徒民進 只是一個樸實無話 只是懂得喝酒吃煙的一個平凡人 很廢的 但是身邊 就有不同的高手敬人 所以我寧願 倒轉 我想我和其他外面的 所謂做YouTube 或者是做網台 做平台人不同 我的心態就是 我不是要 銷售自己 我是要把我想知道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一些有實力 一些我身邊的高手 把他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這個是我的初衷來的 第二件事 也是這樣說 我是越來越感恩 我們有很多自我意識 有思維的聽眾 因為 大家記住我以下的說話 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自由意志 你一定要有自由意志 你才可以令到 你個人 社會 國家 以至整個世界 整個宇宙進步 另外第二 跟你今天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應你要求 說一點點 人是由三樣東西組成的 是由你的身體 另外 是由你的靈魂和意識 這三樣東西組成的 而身體就沒辦法了 是一個 你現在鎖死了 在你現在的圍道 這個伺服器的中西 性別也好 你無法選擇的 靈魂是不會變的 無論你是在現在的圍道 或者其他圍道 以至 原來可能 你在另一個圍道 你是一個外星人 你的靈魂的本質 是不會變的 而這個靈魂 是不只有你一個人 是一個集體意識 換言之 譬如 如果你相信 一個圓學來計算 譬如今天 EV小姐 你是和司徒文進 對話的話 其實 兩個人的靈魂 都是有關聯的 所以你才會 可以去聽到文進的節目 繼而認識到台長 繼而在這裏 甚至發表自己的意見 所有事情 是源自你的靈魂的關聯 所以你慢慢會感覺到 在你生命中 可能會有些人 好像有一種 很熟 但我不認識他 的感覺 其實那些人很大機會 跟你都是來自同一個靈魂的體系 你可以花點心機去對那些人 好了 那意識呢 其實意識這件事 就是等於你現在 連結著你的靈魂和肉體的記憶體 所以如果你說 就算是做時光老人也好 你的肉身是不可以去到其他位置 但是你的靈魂和意識可以 在目前沒有機器的幫助下 日後會有的 就是你透過元宇宙 你的手背會裝晶片 然後慢慢 你已經是有一些機器可以協助到人 將他的意識抽離到 靈魂抽不到出來 意識抽離到 其實意識就連結著靈魂和肉體 所以可以令到你在有意識的情況之下 是帶著你的靈魂去穿越其他圍道 這個就是可能在說 甚至蕭文俊死了 之後你才會發現的一些東西 而打坐這件事 就是你現在所謂的打坐也好 入定也好 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就是 令到你自己這個空間磁場 和你接觸其他的 圍道其他的空間磁場 將它打通而已 而你自己在打通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用到你的靈魂和意識 去看到其他的東西 而靈魂是很久的 很遠古的 其實 講的是 就算你身邊 一隻倉鼠 一隻狗仔 一隻貓仔 其實它都會有靈魂的 只不過是那個力量不同 當然 譬如你說一些有修恨有悼恨的人 它靈魂力量是大的 但是你說一個是動物仔 例如你看見一隻蝦 一條魚 可能它的靈魂力量是小一點的 一隻海豚 或者是一隻鯨魚 可能它的靈魂力量大一點的 但是其實都是有不同的力量 而你掌握到的力量 你就可以做到比如動物傳心 你可以做到這個靈魂的交流 其實所有的什麼傳心 所有的東西 只不過是你怎樣做到這個靈魂的融合 靈魂的交流 再平衡你的空間層面和圍道 你就可以達到所謂的 去看到過去 看到未來 但是你會發覺 很多的預言家 很多的一些寓儀師 甚至乎孟家婆婆 甚至乎什麼Bidemeyer 可能他們說的話 你會發覺 為什麼不準確 例如 特朗普 為什麼會輸了會有拜登出現呢 其實你會發覺 因為在我們現在這個空間 就是說我們這個圍堵 你的肉體身處的圍堵 他們有很多的變數 可能是人為把它改變的 而這件事 就會令到原先那個人 譬如朱瑟利諾教授 他去做一個去看未來的時候 他看到的事情 和現在的事情 會是不同之餘 更甚至可能會有這個時間的差距 原先的時間線 特朗普會連任 但是連任了很短時間 就會被人暗殺 兩個白人槍手 一個白人一個黑人 暗殺了特朗普之後 就會導致美國分裂 美國第一個女總統 就是Ivanka 這個就是原先的時間線 我們現在的時間線 是遭到改變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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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說一點點 因為純粹 剛才那些點是當作送給你的 真的 真的 謝謝 我很疼聽眾 當然 譬如有些人會不相信 其實我開始在做一些事情 例如我在我報紙上面 在蜘蛛俠這部電影上的 早超過一年的時間 我已經跟大家說 接下來的蜘蛛俠電影 會有三個蜘蛛俠 接著會是三代同行 當時是全世界都不相信 是笑我的 說一定找不到第一代蜘蛛俠回來的 但是原因 為什麼我夠膽寫在報紙上 是早年多去寫定 就因為我已經透過打坐入定 我已經看了這集蜘蛛俠 當然 劇情有不同的 例如最後我看過第一集 第一代蜘蛛俠死了 但是現在就沒有死 是的 第二件事 例如很早時期 最近我也在說 在我的節目 1月12日、13日 當時我們還在慶祝五千訂閱 我就出了一集 我就是講普京 分析普京 其實是想重建整個蘇聯 他是好像當年普魯士大國這樣擴張 當時一出 全世界都在笑 然後說我亂說 吹嘴 直至現在 也有很多聽眾 斯奧民進 經常吹嘴 他說的全部是假的 他寫出來的 他寫文 就馬上寫文 但是 我現在開始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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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我就把那份報紙放出來 告訴你們 當然了 有些人會說 你寫上報紙 你認識這麼多人 你一定一組認識Sony 一定一組 是他們拍電影的時候跟你說了 接下來有一個演員名單請你看看 第二件事 我已經在蜘蛛俠那段影片講得明白 接下來 Iron Man會由湯哥老師做 那也是沒有人相信的 又是笑我的 第三 我已經講到明 接下來這個《討根》 《壯志靈魂》這個續集 湯哥老師做的那個角色 Marverett 最後是會戰死的 那電影到現在還沒上 但我有講出來的 這件事就是 看看會不會應驗 當然 不應驗的 你到時候笑一下我 起碼豬肉在前 我去講蜘蛛俠的 中了 其次我們講普京 他會擴張 他會怎樣 中了 當全世界都說 普京不會打的 俄羅斯經濟那麼差 打不起的 只有我和台長和大家說 不要相信 隨時有回馬槍的 要看定些 只有我們兩個這樣說 也沒有人相信的 甚至乎有些 我不想幫他宣傳 少些人認識的KOL 那你直接開名 說蜘蛛俠文進和台長 兩個人都一把年多 都在那裡交流 這樣 那我也無法回應 所以有些聽眾會發覺我 其實好像剛才EV 我和你做了訪問 你也聽到我有電話進 我其實很忙 所以有些聽眾 經常都在罵我 為何私信誤會 做什麼 不參與一些討論 因為我真的參與不到 但是我相對回報 我就把我的時間 放進去做節目 以至 如果我自己覺得內容不豐富 我帶來一些厲害的主持 所以大家不停問我 你可不可以找誰主持 誰主持 其實我比你們更加渴望 去找他們回來 當然 這個世界第一要時間 第二要準備 好像香港台長的工作室 我們都幫他們策劃 我們正在準備 到現在有疫情 很多種原因 很多器材 所有東西 我們還沒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 真的 難道我當是約一些厲害的嘉賓出來 然後大家坐在麥當勞 坐在大家樂做一集 以前還可以 現在是不行的 所以 599G 599J 是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 給點時間 因為畢竟 司徒文進頻道 其實講的都是這兩個多月的事 雖然很多聽眾跟我說 好像存在了很久 其實不是 只是兩個多月的事 我們有些聽眾 是由我們七十多人訂閱 開始 去看去跟 我們今天錄節目的時候 一萬五千多人 一萬五千八百多人訂閱 其實在兩個多月之前 才只有二百人 是啊 是啊 我看著 哇 升得這麼快 所以 大家先給一點時間 還有 記住一件事 其實我們已經盡全力去做好 甚至乎 你會發覺台長去做節目 他講的東西更加多 他比他以前 可能他對上十年八年做節目 是更加積極 整個所有事情 我是盡力去奉獻給大家 可能 你會發覺的 我是盡可能 其實我的作用就是 將我身邊每一顆這些明星 將它發到最美最大 其實這個就是我存在的價值 而我自己 我是 甚至乎 有些聽眾說 你好像現在收藏自己 其實不是收藏 其實做上把做下把 是我自己決定 正如今集的訪問 其實你聽完你就會知道 其實EV小姐她才是主角 而我呢 只不過在旁邊 去問或者加一點自己的意見 那如果每件事都是司奧文俊的主角 每件事都是聽司奧文俊的意見 那其實我就變為第二個神 變為第二個教主 我就不想做這件事 我是希望大家有自由意志 那這個答覆你有沒有滿意 很滿意 很滿意 很期待 很期待你很多不同的節目 我想問題是 因為突然之間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場戰 搞到很多震腳帶亂 你這些意想不到的事 你又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我自己 我很明白 因為我準備這個 和你這個對話 都用了一些時間去做 我只不過去做你那幾條的問題 如果你要做整個戰役的 這個真的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我之前 我剛剛聽完Gary關他 他剛剛做過烏克蘭這個節目 他都 哇 那些歷史是 瘋了 多了 我也都很衷心多謝你 可以很盡力地 盡量去找很多資料 給我們去分析 自己再分析 這個是很難得的 這個世界 你是有同樣的氣場 你有同樣的磁場 你有同樣的氣質 你就會自自然而 會和你同樣的人站在一起 Gary關也是和我們站在一起 所以 遲一點點 我真正的重頭戲就是 我要去 去撤合一個世紀的爆炸性合作 就是台長和Gary關 兩個天王級的主持 神秘學的 他們同臺 去講一些題目 一些議題 這件事情 大家給點時間 因為第一 我們的工作室 再重提 第二 就是講Gary 其實他的身體 早前有些不舒服 有些受了傷 他還在休養 我們很多聽眾都很擔心 包括外龍台長 我經常跟他亂 我問他情況如何 等一等 我絕對是希望大家 對我們 永遠都抱有期待 因為我自己做節目 除非太陽激動 我儘量不說粗口 因為我已經發現 原來聽眾層 不只是成年人 原來我們有些 是的 是的 我都說了 我有一個聽眾 然後他的孫 每天 一起來看著他 就說 大家好 各位聽眾 那怎麼辦呢 很可愛 我不可以去破壞 正如上次有個小朋友 他問Freedom Convoy 其實他問Freedom Convoy 其實他的目的 就是直接說了 他就說他想要個 變形金剛的阿帕文玩具 那我在節目裡 我不回覆其他事情 我告訴你 我下個星期就會 順風速遞 寄個機械給你 有一件事 因為我是很珍惜所有的聽眾 那今天的節目 這個訪問 我們來到這裡差不多 因為我五分鐘之後 我就要去另外一邊錄音了 今天很感謝EV 另外幫幫忙 你說我跟你聊天很舒服 我覺得你本身也是一個 很有條理 你說話 是很有套路的一個人 看起來 其實你發覺我身邊 例如 你所說的 我們說夜總會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的 我身邊的人 他本來可能沒有做過一些主持 沒有做過什麼 但是其實 聊聊聊天 我就發掘了他出來 你看看 如果是你再有多些加拿大的事情 又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次 你就隨著那個 就是Felm Common的進展 如果你接觸到一些示威者 或者是接觸到一些有密切相關 甚至乎 接觸到加拿大警察 你去收集一下一些他們的意見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補充 好不好 好 那多謝你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好 OK 拜拜 拜拜 好 梁錦祥的飲食世界第一集 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來到 就是旺角女人街 一間叫火之神食店 好了 這間食市 雖然地方小小的 我就做足這個防禦措施 為什麼做足呢 雖然我現在不戴口罩 但室內就只有我一個客人在這裡 那這間就是火之神呢 就是以這個和食和洋食Fusion 作為賣點的 那今天呢 老闆呢 就特別為我做了一道很受歡迎的菜式 那這個呢 就是海鮮湯 堅魚湯底的這個海鮮湯 那海鮮粥 那配些什麼呢 就是餃子 那另外一個小食呢 就是這個炸雞營 那我首先是試一試這個湯底先 大家不要介意 這個食相就未必好看 那大家看到 一筆出來呢 有這個八爪魚 哇 相當鮮味 再配上這個餃子 嗯 應該不是吧 應該混合去試一下 嗯 鮮味一流 那不要怪我了 今天是飲食節目了 所以呢 就再做了這個 枝滑豉 是吧 大家不要怪我了 現在出現下午 但都要對分 對分 對分 一匹 是吧 那這枝就是正的 那這枝就是正的 來的 噢 火定 那接著呢 就試一下這個小食 那這個是呢 就是雞翼 那我們加一點這個沙律醬 上面 嗯 哇 裡面咬出來有汁的 好滑 好鮮味 那大家如果看過這個片 呢 食屎大同 引起你去吃肉 呢 就記得 在六點之前 就不要 六點之後 就來到這個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在食屎裡 光顧一下 就幫這些食屎呢 去製造一個口碑 讓大家知道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好東西 好東西吃的 多謝各位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